福建官方通報稱 第一批政法隊伍教育整頓 已辦理並結案的群眾舉報線索有9137件 查解率達94.02% 群眾好評率達99.08% 第二批政法教育整頓則稱 由中央信訪辦交辦的10691件重複信訪事項中 已經化解了9848件 達到92.1% 官方公布的數據令福建訪民感到憤怒 紛紛10名連署揭露數據造假 參與人數已達859人 福建訪民嚴先生表示 他的房子被暴力強拆後 曾經到多個單位上訪 但是至今沒有得到解決 106年我被暴力強拆後 我先到省紀委去信訪 控告當地單位書記 要求紀委去追究責任 但是進入不受理 在我們一直要求下 我說你轉給有關部門 最後他還是答應的 他到底沒轉我不知道 上訪期間還遭毆打非法拘禁和判刑 不斷地被非法拘禁 被拘留被判刑 毆打等等等等 變成了冤名 證明很多都是老訪民的 福建訪民陳先生的房子也遭拆遣 他也參與了這次的連署 冤案啊 法院啊 對我們這個拆遣安置沒有到位 公王中心在告我 把我告了12年到現在 那我沒有安置到位的這個事情 現在是Postle又介入 檢察院又介入 說我不履行裁令 現在檢察院要叫我任罪任罰 重则要三年以上到七年 要罰款幾萬 那你說這樣子合理不合理 訪民在連署書上說 每次教育整頓督導組、巡視組來時 省政府都將他們層層保護 與訪民隔絕 當局製造冤假錯案 打擊報復維權人 現在吹噓政績 這種行徑引起民怨 新唐人記者陳傑易如 周天採訪報導 今次的時間 請 strip 全新 困難 終於 發作 感谢观看